Hello 大家好 終於來到絕對混能DN 來到白銀山的對戰 上次我們經過了 一個兩個人的洗禮 結果走不到RAT前面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開始之前先說一說 我就轉了一隻狗尾回來 轉了一隻狗尾回來 就是放晴來的 非常好用 因為在這個 落冰的情況下 這個落冰的情況下 就一定要轉一轉天氣 還有這個放晴的話 就會無限延長 沒錯 所以狗尾是一定不可以死的 在三場裡面一定要生還 好 開始了 白銀山洞 一定要打贏 還不可以死這麼多 好 來了這個 這個看了 好 一來電龜當然是火焰噴射 怪令岸 還有奇異化 催眠 其實很講運氣 我催麵粉如果不中 即是我開的時候 如果那一坦不中 那很大機會會輸 好 立刻殺了 這隻紳士鴨想想 紳士鴨 紳士鴨怎麼殺 尼鎮魚嗎 鋼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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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跌暴龍 鋼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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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拳 既然他出火拳 走 這隻真的很麻煩 這個絕對還轉了屬性 就是地震 地震 逆輪 殺 好 馬努賴 火噴 又是一血筋 鋼魚龍 奇異化 催眠 中啊中啊中啊 好 養個意念 記住 中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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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搞定一個 差這個 第二個這個也是麻煩的 這個 想想一下 它這裡會用什麼技呢 地震那些嗎 嗯 不清楚 先用鋼鳥 先用鋼鳥 或者是黑魯家直接殺他 好呢 黑魯家 先用鋼鳥 石刃 應該我快點放 好 放到死就好了 黑魯家 火噴 海牛獸 二杯 片 鴨嘴 鴨嘴艷龍 嗯 岩檳還是地震呢? 地震吧 他快的 那這裡怎麼搞呢? 火噴還是...我支波洞 我支波洞 巨鉗天蠍 這裡要...要用火技打 不,要用我支波洞看看打不打死 差點 輸了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已經輸了 雖然好遺憾但已經輸了 催眠 寄身 好 其實不會死的,除非是爆擊的 好,睡到就行了 光合狀 噴 鐵甲暴龍 這隻又要用火打,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打死我 好 好 終於可以走前 你會體驗到更加強大甚至令人絕望的氣息 還有誰要打 沒有了 打Rack了 點點點點點 好 來了,終於看到 白人山之頂端 Rack的地方 好 一太子這裡已經走得了 奇異花 放釘 催眠 好 即醒 再催 沒有中 催 好 先講一下作用 寄身 可以 養一葉葉 好 吸死 好 到隻 太陽衣背 葉引棧 噴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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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火龍輸了 鬼火不中 神通力 真的可以 沒有了,輸了 已輸 十字展 哼 我也不知道用什麼技 嘩 現在大家都奇異化 真的玩完了 他還要有毒技 算了 好 又要看魂 來了 噴火龍 噴火龍 已經 寄熟了 這位 這裡就睡覺 只要兩彎不醒 我就殺得到 欸 可以 這隻 想想 這隻 我就用地震魚 岩斌 嘩 是賤鳥 嘩 又是賤鳥 這隻不能出 這個 好 幹 鳥 九尾 是不是 珠外圍 九尾 好 燒鐵 暴龍 就要轉下部 葉刃斬 好 可以兩下搞定 之後就用 黑魯家 火焰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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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龍 這樣 好 好 好 養了點鹽 再養了點鹽 可以 搞定 第一個都算容易打 好 這裡他會用石人 所以其實我一力已經死了 沒有了 這樣的話 記憶花先 好 他都落釘 這個人 不要緊 不醒 嘩 好白癡 有什麼可能馬上醒了 低能 唉 已經輸了 只要死一隻已經玩完了 寄生種子 看看這裡可以不可以 我轉做 其實狗尾都打不通 狗尾都用 嘩 一個釘釘到 好 已經輸了 其實我剛才這樣噴那個大隻 那隻龜可以不可以 就是土台龜直接用火噴 能不能打死 因為我怕打不死他 那隻龜 怪靈鵝 急動拳 你都幾 幾大膽啊 你都 呃 李鎮魚 鹽崩 轉光鳥 光尾 超鐵就 阿布 嘩 這裡打不痛 這裡 他用火拳 HELLO 逆鵬 我覺得他真的很賤 突然之間轉技 極賤這些 喔 中不中 好像這些 三下都不中 就真的玩完了 真的不知道怎麼玩 三下都不中 我可以裝到什麼呢 尖外頭巾 沒有錯 眼鏡也沒有錯 這個圍巾也沒有錯 這個圍巾也沒有錯 究竟一定是最快 尖外頭巾 這個也是圍巾 正反 現在沒問題 阿神 controle 第一次 所謂的 鑑灰巾 好 好,耶 啊,中間這個 噴不死,試一下才是這個 噴得死的,OK的 亞布 艷龍,這個 地震 氣合彈 喔,但我不死 這裡會死的 奇異花 催眠它,寄生種子 不要啊,不要醒著,讓我吸一吸血 好,吸一下也夠 嗯,這個,噴火 光甲波龍 非常好 唉,搞定搞定 六隻完美過到 到這裡了,點點點點 好,準備開始了 對付這個扮山山頂的綠 很大機會,六打六 水箭龜 這個人一定是用水技的 鑽奇異花 落釘 催眠 催眠 飛生種子 揚角利炎 好 太,呃,太陽衣背 用鋼鳥 啊,白癡 不應該用這隻 好 現在噴火龍怎麼打呢 呃 欸,快過去了 欸,good job 奇異花 奇異花用黑魯加拿 秒 哇,顏斌 走走先,這裡 轉隻 轉隻什麼呢 呃,奇異花 死 卡比 卡比 卡比差跌到幾身種子 要不然我肯定打不贏他 詛咒 好 即是說現在速度型 速度的話呢 一定是我快一點 因為他減了速 本身我那些重也比他快 再睡吧 不要讓他自己睡覺 yes 卡 贏吧 比加超我還贏不到 好 欸,搞定 點點點點點點點,那太好 2萬元,稍微吸尿媽媽一點 終於贏到了 扮三隻 這樣就消失了 傳到覆蓋中,請不要切斷電源 太好了 想不到我這隊可以贏到 雖然 有三隻是厲害的 我覺得 其實不止三隻 四隻 降了厲害 好,終於完了絕對環了 這個系列 應該就 還有一個新組劇情未打 之後我都會打完 先說一下絕對環 終於炮到機了 比起絕對環D 這個對環D 這隻就多 很多 很多東西玩 也有不同的劇情 新組的劇情 或者火箭兵團的版木回歸劇情 都很過癮 也非常難打 大家有看的話都知道 絕對環D 這個DN 他就是無論道館戰 其實不算難打 道館戰難不難打呢 道館戰不難打 難打是反而去到劇情上 例如火箭兵團的 佔領廣播塔 又或者要攻破地下組織 都是非常難打 然後就是 新組劇情 新組劇情如果有看的話 都是很難打 四天王方面 就不算太難打 因為本身四天王那裡 黑屬性很多 我只黑到家 可以黑到兩個屬性 因為我是 可以黑到鬼系 以及超能力系 所以其實是容易打的 格鬥系來說 就 都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我都有超能力系 所以都很輕鬆 可以過得到 好 大家都 知道我玩完這個Pokemon 都會給一個評分 絕對環DN這個評分 我就會給這個9分 給9分 因為他很多東西玩 以及真的難度性很高 所以就有這個9分 如果看得出這個作者 對這個絕對環DN 都花了多少的心思 心機下去 就在劇情上 還有一些定點 技能方面 周圍都會有這個學習機 即是有什麼呢 學不同的技能 你變成 可能下釘那些都簡單可以拿到 不過這個 是二周目之後才可以 就是你過一周目 都不可以 因為他過了二周目 才會有 多些錢 還有那張會員卡 就是這個 黃金市 百貨公司 就買精靈球 來練努力值 那些我都有練的之後 但是個體值我沒有生 因為太麻煩了吧 好 好 終於完了 絕對要玩這個系列 OK DN這個系列完了 我都猜不到這隊 其實算不算厲害呢 嗯 算厲害的 算厲害的 不過性格上 就一般 還有一些手段 我都沒有用到 九尾的話 最厲害 只是用了火焰噴射 鬼火都沒有用到 奇爾花就是主力 伊貝啊 這幾隻都是主力 這三隻都是主力 之後鋼尿 鋼尿也做了主力 因為他有個放釘 本來我是打算 然後最後打尿的時候 放鹽釘 讓他的噴火一下來 就踩 然後立即 差不多一半血 打窩式 最後呢 鋼尿就死了 不過我也不要緊 因為靠運氣 利鎮鐮魚就補上 用這個鹽斌 令到他害怕 就可以成功減到一半血 所以就 對了 我贏了其實真的幸運 好 絕對玩這個系列 差不多了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除了可能還有一些隱藏劇情 或者精靈未捉 還有也有神獸劇情 我這裡全部都不玩 沒錯 應該是說 神獸不會捉 劇情上沒什麼大特別 就不會去碰 沒錯 還有也是 其實加了九尾之後 我都變成天氣隊 天氣隊 不過雖然是這樣 我的鋼鳥獸的太陽天氣 被人反利用法 都很痛 因為我特防得208 其實非常之低 好 那我們絕對玩DN先到這裡 非常感謝這個 絕對玩這個作者 作出一個這麼好的作品 對了 期待這個絕對玩DN會出2.0 因為 聽聞他正在弄 也會加上黑白的精靈上去 我看那些預告片 預告圖都有說 沒錯 那我們下次絕對玩DN的系列 再見啦各位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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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